17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是一所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名校。 习近平参观了校史展览,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高校党组织要把装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学制校的基本功。 习近平同在现场的部分院士专家及中青年教师代表进行了交流。 他指出,专家型教师队伍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处行工作,始终抓紧抓好。 在原宿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他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 他勉励师生们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所以希望你们现在就是扎扎实实学习,但是心中总要换有一个严大的魅力,脚踏实地,养旺心疼。 祝你们这一代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做出你们的历史贡献。 总书记心底。 随后,习近平来到天津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综合办事大厅,了解社区网格化管理、基层党界,摸准居民群众各种需求。 即时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他走进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详细询问社区在服务退役军人方面的具体做法。 他强调,军人合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这也是,这也是,这涉及到我们这个保家卫国啊,国防建设的稳定。 这个军人确实是一个要值得尊宠的一个事,把他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解决好。 是,这个今后我们这个国防建设啊,参军入伍啊,没有后顾之用。 在社区志愿服务掌管,习近平同志愿者们亲切交流。 姊爷爷好,我是今天最小的志愿者,我叫纪施宇,来自岳阳道小学。 我在成人会参务室上见过您。 他强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 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志愿者呢,他在整个社会上培养呢,是这种爱心呢,又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核心的东西。 而你们呢,是这种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为你们点赞。 也当过你们现在全国的志愿者,表示这么一种啊,良好的祝愿。 天津保留了大量别具风格的近代建筑群落和历史。 结合展板,听取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情况介绍。 他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天津港,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17号下午,习近平来到天津港码头,回中心,通过大屏幕查看港口全貌。 结合实时数据展示,听取天津港服务经经济协同发展等情况介绍。 天津港,习近平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习近平强调,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 必须创造条件,营造氛围,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 18号上午,习近平乘车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并沿途查看城市滤芯植树造林地块。 在市委办公楼主楼,习近平通过设计模型和展板详细了解副中心融为一体,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衔接便利快捷,要把规划成立的城市名片。 在北京市委办公楼主楼会议室,习近平主持召开经经济协同发展座谈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先后发言。 就金经济协同发展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金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 看来当了一位这边,不能 instructions,明天不过,就金黃特英超传。 现在只是确认的每一个随编门,就不要过来看。